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上好 大家早上好 一个情绪对不对啊 积极的情绪 今天我们来在这个会场里面 大家是不是积极的 来积极的掌声鼓励一下 掌声鼓励一下 市里面 我就到他的这个部门里面 我就走去我就看这个部门 大家都很开心的在那边聊啊 在跳啊在讲笑啊在工作 但是突然间谁出现了 他的老板出现了 他老板出现了 他老板就走进去了 他老板一走进去之后呢 突然间整个气氛就变了 变成怎么样 没人讲话了 我也是一位漫画家 今年三四个月之前 我就开始画了很多幅的画 所以今天呢请注意听 我带了几份小礼物来 只会给几位而已 当我想要请有志愿的来台上的时候 第一个来到解答问题的人 就会得到刚刚新鲜出炉 还很热腾腾的一个产品 我们的小学 根据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过去嘛对不对 我们的过去 是谁影响我们的过去的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团队 所以往往我们看到的观点 是有限还是无限的 有限的 非常有限的 比方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朋友 也是从事保险业的 他说我说你又去上课 他说没办法了 给面子 希望今天坐在各位的 不是给面子来这里的 因为学无止境 往往都有一些新的事物要学 今天我们要改变 我们所想 所看的东西 这就是往往不只是 要改变我们的思维 也要更有能力的 去掌握我们的什么 情绪 情绪是很开心 很开心 因为当我开出这闪门的时候 我看到我的偶像 哦 偶像来了吗 没来啊 没来 哎呀 OK 来 第十一 谢谢 没有 就这一张吧 请像 你的卡呢 帮你拿出来 我的情绪是我要挑战 好想要 他是有效的 他是有效的 因为我可以达到你 今天我又可以去见客户了 记住我看一下 耶 啊 这个才是拥有这个什么 激励的自我 管理我们的情绪和我们的关系 什么是积极的情绪 给你得到希望的 做什么事情 买彩票得到希望 买什么 Casino外面是吗 这样去Casino 我直接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我直接在Casino门口站了一下 去调查 观察情绪变化的状况 我看到要进去之前的人的情绪 这个情绪的表现是怎么样 很爽 嘿嘿嘿嘿嘿嘿 出来之后是什么batter 出来是什么batter 因为这个Casino的老虎鸡 这个赌博他们已经设计好的 他这个设计 他管理你的情绪 如果你去拉老虎鸡的话 今天不拉这个暗的嘛对不对 暗的 今天的这些情绪是吧 他去管理你的情绪 他让你什么 赢一点 他让你赢一点 当你赢一点的时候 你就有什么 希望 但你有希望的时候 你干什么事 希望之后你很爽 你很爽之后你就干什么事 你就拼命乱暗了 拼命乱暗 拼命乱暗的情况之下 你就变成什么 就是出来就是暗的batter 绝望了 加强哪一个是我们情绪的力量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所谓的乐观的 不是所有人呢 每天都想到感恩的东西 你要选几个是你情绪的力量 而把它发扬的光大 到一会呢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去把这个更增强的 这个积极的情绪 最后呢你害了自己 如果你的情绪还是妒忌的话 你改变你的行动 你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做什么 你去跟他谈 你早去跟他谈 你问他说 怎么你迟迟来早早走啊 为什么我开会还没有完你就走啊 为什么我问问题你没有答 为什么你要做功课你没有做功课啊 为什么你来这个 这个常年大会大家都来你没有来啊 之后他就拿了他这个小提琴 什么意思啊 很苦的故事要开始了 原来他要照顾他年老的父母 已经没办法行动了 突然间你同这个妒忌 看到他有自己的问题 突然间这个妒忌的这个情绪变成什么 有一点内疚了 然后你也变成比较什么 平静了 然后同时间你也跟他保持友谊 别人看到你怎么去处理他的时候 别人给他给你一个掌声鼓励的时候 哇这个人很大方啊 因为你在妒忌的时候 你选择去找他谈的这个机会 所以你选择去改变行动或者是思维 心动还是思维 情绪之理到最后的这个两个slide 我们第一我们要对这个情绪的意识 要知道我们处在这个状况 当大家欢笑大家快乐的时候 突然间我们的这个局面 我们看到这个局格格局开了 我们看到的这个机会多了 我们看到这个这个看到的未来也多了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消极情况 消极的情绪出现的时候呢 赶快找积极的情绪来 来三对一的把它掩盖掉 第二我们需要这个情绪的管理 明天我早上80 20的时候呢 我讲到一个什么 七个方式来保持快乐 其中一个方式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什么 需要运动啊 这一天吃不多不多啊 多不多啊 这一天有去运动了 举手看一下 真的还有啊 运动做什么 吃饭 我们社会的意识就是要了解 知道别人情绪上面的改变 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客户 我们的这个下线 我们的领袖 我们领袖情绪会不会上上下下 有没有啊 有没有啊 会不会有上上下 当他下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啊 跑掉了 大哥你不怂的 待会见你 大哥你慢慢自己去 你谁来的事 你好多的矿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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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